大家好,欢迎大家选修推荐系统,我是这门课的主张老师刘洪志 我来自于北京大学本郡语威电子学院,这是我的电子邮箱 欢迎大家来信咨询和讨论课的下来 在学习一门课程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尝试去回答或了解这三个问题来的答案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我们学习这门课的动静 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这门课 这门课对于我们而言有什么意义或者是价值 其次,我们需要了解这门课主要讲述的内容 是否是我们想要学习的 最后,我们需要明确我们学习的目标 通常,该的目标学习,效率会更高 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推进系统证课 概括而言,是因为推进系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实际用软件 进而使得平台,用户,供应商等多方收益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互联网不断普及 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在互联网上,每分每秒都会产生大量新的数据和内容 例如,Facebook上每分钟会有14万7千张新的照片上传 在Youtube上,每分钟会有时长为100小时的视频上传 根据数据摩尔定理 全球的数量正在以每两年翻翻的数字来增长 这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人类能够处理的翻策 进而导致了信息超带 当我们在信息匮乏时 随着信息的增加,我们的幸福感会不但增强 可当信息进一步的增加超出了我们所能处理的人类翻策 是我们的幸福感会不增凡价 巴黎学,心理学家巴黎·斯瓦茨所著一书《选择的贵论》 就从心理学的角度来产生了这些现象 这本书的副标题多即是少 很形象地描述了这些现象 为了处理信息超带 我们需要有一套高效的系统 能够帮助我们进行信息过滤 进而从大量的信息中筛选去少量 但对我们有价值的信息 以提升我们的幸福感 即是些少即是多的效果 针对于新超带这一问题 我们传统的最方式是通过收索引擎 例如百度或者谷歌来帮助我们进行过滤 这种方法能够满足用户的只能需求 但它要求用户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并且知道该如何去描述自己想要的内容 但在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自己想要什么 更不知道该如何去描述它们 例如刚发生的一件对我们有重大印象的新闻资讯 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存在 这时就需要有一套系统能够挖掘并举动满足我们潜在的需求 这就是推进系统 从这个角度推进系统可以定义为一种举动的新闻过滤系统 它将新闻过滤从传统的用户举动搜索 转变为系统的举动推进 进而帮我们解决新闻资讯问题 推进系统除了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新闻资讯问题之外 另外它还可以帮助平台和销售商来解决常位现象所造成的难题 常位现象是一种普遍的存在的现象 根据人们的需求 大量的需求会集中在头部少量的商品上 即我们称为流行商品 而分布在稳部的这些个性化的临散的需求 会在我们的需求曲线上形成一个常常尾巴 我们形象的称其为常尾 正是由于商品的常委分布 同时考虑到我们线下实体店的物理空间限制和我们的销售和乘出成本 通常一些线下的实体销售只会销售同步流行商品 而忽略了大量尾部的商品 这样不仅使得我们的销售商损失了大概潜在的收益 同时也使得我们这些尾部的商品供应商面临的生成和发展困境 因此我们需要有一套系统 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例如 从根据数据统计 亚马逊的读书销售 只有43%来自于传统的线下实体店 所受的书籍 而另外有57%的图书销售量 是指在亚马逊上销售的书籍 也就是我们的尾部书籍 这种销量小但种类多的产品或服务 由于其总量巨大 进而导致其累积收益超过举流产品的现象 我们称为常委协奖 为了充分的挖掘常委中存在的巨大价值 并且帮助尾部供应商他们生存发展 我们需要有一套系统 即推进系统 从这个角度来看 推进系统可以定义为一种个性化的双边匹配系统 一方面它可以帮助用户发现其所喜好或需要的享受非准的商品 另外一方面它可以帮助商家将其商品展现在其感兴趣的用户面前 正如常委里面的提出者 克里斯·安德森说过 我们正在告别新的时代 并开始迈入推进时代 一些平台已经利用推进系统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例如我们的有媒体平台Netflix 其三分之二的电影观看市场是由推进系统贡献的 而我们的线上电商平台亚马逊其35%的销售量来自于推进 谷歌新闻 它有38%的新闻点击量 是由推进 转化的 另外还有我们熟悉的今日头条网易 原音乐 他们的崛起和快速发展都依赖于推进系统 推进系统不仅能够帮助平台提高其用户的满意度和重力度 同时给他们带来风能收益 同时还可以为用户 公益商 行业等都方提供帮助 为他们带来巨大收益 从用户的角度 推进系统能够帮助其解决系统操作问题 以提高用户的决定效率 进而提升企业信服感 从供应商的角度 推进系统能够帮助其精准的进行商品推销 以提高商品效率量 同时降低营销售量 从行业的角度 推进系统可以帮助其更加多样化键盘发展 帮助稳部的商家得以生成和发展 正是由于推进系统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信息操作问题 并且使得多方收益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 听信息